各位家智的同學你們好 我是國民及公民教育組的容許環路線 今天想花一點時間 講解一下我們家智中學 在五樓有一些環保設施給大家知道 另外亦想講講關於環保知識給大家 我們就看看我們在家智中學的海彩生能源設施 這個風力發電系統其實是在我們學校的五樓 風車只有一個,雖然小小 但如果有風的時候也會產生電力 另外太陽能光復板會有八組 八塊即是八組 能量比風能多一些 最後會輸入我們的學校網 大家可以在學校網頁 可以看看我們風能發電 太陽能發電的能量有多少 我給大家看看過去這幾個月 發電量有多少 在去年由7月至12月 那個累積發電量其實也不太少 都有600千瓦小時 到了2014年 頭這兩個月 一、二月就會見到是低一點的 因為陰天和下雨的日子比較多 而我們那個累積發電量 由去年累積到二月 已經超過了700千瓦小時 下面哪一種燈泡或燈膽 是比較節省能源的呢 傳統的烏斯燈泡 另外省電膽 相信大家看名字都知道 或者讀小學的時候都已經知道 當然是省電膽 因為省電膽的能源效益 其實有超過80% 而烏斯燈泡大概只有5% 所以省的能量也挺多 如果我們買電器的時候 大家也要留意 有這個能源的標籤 總共分五級 而第一級是最好的 最省電的 所以如果大家 或者同家人買電器 都希望大家 選擇有一級能源標籤的電器 現在香港政府規定了 不過雪櫃、冷氣、省電膽 都需要有這個能源的標籤 另外 雖然我們家智中學 天台還未有綠化的計劃 但其實綠化天台 都有幾個好處 沒錯 第一個就是降低頂層的溫度 第二 因為上面有些植物 可以吸收一些二氧化碳 一些塵 可以改善空氣的質素 另外 也可以一點點舒緩 溫室效應 所以 綠化天台 這三個好處都有齊 至於可在生能源 大家又看看 這幾句描述 哪句是對的 沒錯 第一句是對的 它可以自然補充 例如太陽能、風能 而天然氣和核能 就不算是海藻生能源 因為它們是可以使用的 至於海藻生能源 因為它不涉及燃燒 所以也不會產生二氧化碳 也不會造成空氣的污染 當然 如果和化石燃料比較 它都可以解決全球暖化的其中一個方法 至於三氧化碳的概念是什麼 相信很多同學都知道 第一個最好的 就是reduce 是減少 即是我們一些不需要的東西 可以減少使用 譬如一些裝飾的東西 以至零食 我們不需要買 如果可以再用的 譬如我們現在在吃飯的時候 我們那些餐盤都可以再用 洗乾淨了 比較環保一些 至於一些鋁罐這些 如果我們喝完汽水之後 應該放到回收箱 可以循環再造 也是比較環保的 至於回收箱方面 暫時來說 香港仍在行三式回收統制度 這三種回收物品 第一種是藍廢紙 黃色的是金屬 啡色的是塑膠 好 到目前為止 廚餘都還沒有一個回收制度 至於在我們食物方面 如果可以選擇有機食物 就最好 為什麼呢 因為有機食物 就不用用化學的農藥和肥料 不過價錢會比較貴一些 最後 是非題了 考考同學 看看這些句子 是對還是錯的 好 第一句 廢物可以轉化為能源 是對的 現代的焚化爐 燒了垃圾 可以將能量一大部分 變回電力 第二句也是對的 我們用化石燃料 煤、石油、天然氣 都會造成氣候變化 還有如果全球暖化 沒錯 南北極的冰會融化 變成海水之後 海平面就會上升 而不是下降 至於炭燭這個概念 其實就是代表了 我們人或一個地方 究竟用了多少化石燃料 而產生的二氧化炭 所以炭燭應該是越細越好 我的講解就差不多了 希望大家幫幫忙 完成一陣間有一個簡單的問卷 謝謝